那就是你的生活啊 那就是你的表演 你站在舞台上 你就是一個演出者 你就是一個演出者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的心態 你穿什麼衣服也好 做什麼心態的表演 你都不會排斥了 馬上來看一看我們的梁文英 可以得到幾個燈 請評審按燈 好 哇 23分 天啊 有三位老師給滿分耶 好 小胖老師 小林老師 Roger老師都給滿分 其他舞蹈組也給了4分不低喔 小林老師 我覺得這一集真的是太棒了 因為其實你就差那麼一點點 剛剛你在跟聖豐老師 他在教你舞步的時候 其實你的拍子 都跟聖豐老師的拍子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一定要放慢 你要更鬆 更大氣 那你 這個對你的唱歌是非常有幫助的 其實那個肢體真的 你自己回去好好看這個播出 好 已經不錯了 三位老師都給你滿分 恭喜你高分過關 謝謝 謝謝他 謝謝 希望下次如果有機會 在唱快歌 在邊唱邊跳的時候 我能夠就是像Roger他們說 既然都已經打扮了 那就放著去 在台上是表演台下 再作為我自己 最後我自己的時候 我就變得很害羞 因為我的手必須這樣放著 可是還是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演唱功力一流的梁文英 在今天的比賽中 帶來了熱力四射的演出 獲得了評審們高度的肯定 而曾經多次拿到高分的增退詞 在許多參賽者成功演出的狀況下 內心壓力倍增的他 能夠順利的演出嗎 接下來是最後一位了 這一位在這兩週 都拿到很高的分數 演唱方面沒有問題 舞蹈呢 令人好奇 馬上歡迎曾珮慈 好 泡絲姐好 大家好 老師好 曾珮慈今天爸爸媽媽 還是也有來嘛對不對 好 那然後 請問Energy老師 她的舞蹈算是哪一半 算是高...中階、高階 真的啊 那就不用多聊了 直接來選什麼歌 我選那個蕭雅瑄的Cappuccino 掌聲歡迎曾珮慈 我一開始跳有點笨拙 所以就我不知道要怎麼跳 然後就一開始有點... 就是有點緊張 然後我有點害怕 然後... 可是後來那個老師人都很好 然後我現在就是想說盡量輸 然後而且老師也有跟我說 唱快歌的躍絕什麼的 就是很專業 所以我會加油 在我的心中 留著步道不向山口 在這個如舊街頭 所有感受 我還沉溺在回憶喧窩 有人說愛是種烈酒 會讓人失去了左右 我絕對愛有種不同感受 我絕對愛有種不同感受 我深深覺得 它像手中Cappuccino 愛情像Cappuccino 濃濃的絕對抠沫 勇敢的氣息 多愛不失手 愛是Cappuccino 哭哭的美麗滋味 也藏在我心口中中 One more time Cause that signal feel makes you lose my mind taking control of my heart with the stature sound making me one making me on a natural high 有些事已不想說 有些就無法形容 只有唱過的人才懂 如果你深深愛過 愛一個人相映了以後 思念都 愛情像卡布奇套 暖暖的捲點泡沫 柔軟的氣息 多愛一個十字首 愛是卡布奇套 不得美麗滋味 藏在我心裡頭中 好 不要動 不要動 不要下來 姿勢擺好 曾貝慈很可愛 演唱前還說要不要解釋一下 好 妳就在這桌上解釋 預備 開始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要 對不起 等一下 因為我要唱的是卡布奇套 對 所以有個構想 就是一開始 那個 兩位老師是我的那個 就是鼓勵我 我是一個失戀的人 他們是服務生 你是來喝咖啡的 對 因為我失戀 然後就唱這首歌給大家聽 然後經過那個 大家就是給我... 沒有啦 就是表演給大家看之後 我就越來越開心 然後結尾在這裡這樣子 好 又聽懂了 掌聲鼓勵 謝謝兩位堅穗老師 真的有意境啦 那聖風老師她的舞蹈 比較嚴格的標準來看呢 她就缺少了上半身的律動 就是她有手部動作什麼 那些動作很多很碎 她都記到有做好 但是就缺少了上半身動作 那個律動 那 她的情緒有進去歌裡面 她有時候有笑的 然後配合歌的情境 到了某一個部分 她有酷的 然後有時候又另外一個 有一面出現 我很喜歡她這一點 從她做了以後 在我的心中 留著不大不小閃口 小玲老師覺得她今天表演 其實 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佩慈 然後呢 今天就是 尤其是 我覺得戴耳麥也是一種學習 因為妳在跳快歌的時候 有時候妳會有一點距離 其實有距離以後 其實聲音就聽不太清楚 先來看看佩慈 今天可以得到寄一個燈 請評審安燈 輩子演唱得到的分數是 23分 好 謝謝老師 23分 聖豐老師你也給她滿分 謝謝老師 謝謝她雖然就是 我說缺少那一塊 但是就是希望她能夠再更進階 更進步的 就是要去加強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其他部分她都表現得很好 OK Roger老師也給滿分 我覺得唱歌還是一個整個氣氛 那佩慈她今天的氣氛 整個起來是完整的 的確把Cappuccino Alva這個歌的那個氣氛 開心也好或者是什麼 就像聖豐剛剛講的 她的表情跟她的肢體跟她的聲音 都有配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舞台上面表演 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她今天做得很好 好 當然所有參賽者 可能聽到評審講評的時候 有時候是不傻傻聽不懂 有時候又會誤會 對 比如說剛剛有兩位老師會說 我一直很喜歡佩慈 這個不是個人的喜歡 也不是喜歡她的外表或是什麼 是整體一路走來 看到包括不管是演唱 進步 努力 向上 小天 不是 就是整個是非常 我覺得他們講的喜歡是整體的感覺 其實評審是感受得到 只有一位堅持沒有給她滿分的小胖老師 沒關係 我們 沒有 其實我也要說一下 因為剛剛小胖老師有特別提醒我 就說妳不可以說 妳特別喜歡什麼 怕又被網友又誤會這樣 對 其實並不是說 對誰有偏好 而是說因為我覺得佩慈她其實 剛開始 老實講剛開始 並沒有那麼讓我們大家注意 對 但是後來她每一次都有在 有一個進步當中 我覺得那個是很重要 而且她在唱歌的時候是 很單純就在音樂當中 神經要大條一點反而好對不對 有時候其實你們的問題 有時候是想太多 像她就不想就來唱就來跳了 對不對 這種 有想啦... 我想的不是那個意思 恭喜曾貝芷 高分過關 謝謝 不得了啦 好幾週的高分啦 那麼當然今天還是有 在失敗區 Stand By 我們重新請這幾位選手 再一次回到舞台 在本週的比賽中 參賽者們一一克服了 對舞蹈的恐懼 在舞台上突破自己 展現了不同於以往的表現 很可惜的是 仍有兩位成員無法順利過關 今天挑戰失敗的林道遠及李天娜 究竟誰會在今天告別星光舞台呢 在評審們的激烈討論過後 究竟誰能繼續留下來 晉級星光二班十一場 而誰又會就此離開星光舞台呢 在今天快歌指定曲當中呢 未能達到18分的選手有兩位 就是林道遠跟李千娜 那麼剛剛評審已經開過會了 在這邊是不是要先請 小邦老師你要先講討論的過程嗎 好的 是的 這兩位選手也都是我們很喜愛的選手 那我覺得今天很難得的是 特別邀請到了Energy跟這個聖風老師 我想多聽一下他們給你們的建議好嗎 好 聖風老師覺得 兩位的部分喔 就是缺少的可能就是一個 站在舞台上面 那一種君臨天下的 那個氣勢沒有出來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 李千娜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可能就是增加一些個人魅力的部分 林道遠的話呢 就是會覺得好像 像 D